终于到了总决赛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欢中逗死我了 太好玩了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这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的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 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我就生了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心沉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真的整个人就容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儿啊 一米八七大高个儿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哎呦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诗字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荣言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你们就高兴 啥整你说你这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啊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嘛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接上跑啊 不是跟你们处理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鹿啊 我程哥 我程哥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就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建国 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这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啊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没有 就放不住 就收不住啊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你就是 你不理解我 你不理解我 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吵谁屁呢 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试图跟上节奏 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搞的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啥来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王靖国 我写500遍李旭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一千二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 就骗你们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 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意图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 他至少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 一会儿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老师在这儿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